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你对国家的意见 那提案之后呢 经过审核之后呢 就可以公布出来接受复议 复议超过五千人以上呢 政府就必须在一百二十天之内呢 要必须在两个月之内 两个月之内对不起 不是一百二十天 两个月之内呢 就必须要做出某一种的回答 究竟这个案子政府的态度是如何 或者是不是要推动这样的案子 这两天你看到的在这个案子上面出现了一个议题 引起大家的讨论 就是跟你我目前我们所身处的时区 很有意思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就是有人主张的 主张的一方就是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时区调整 从目前是GMT加8应该改成加9 所谓加8加9就是 我们大家的时间都是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来算 经纬度之后 然后大家各个时区 这个时区当然来讲经纬度根本是个人为的地球上 根本找不到这种线 但是既然是人为的 人为就依照太阳的起落的时间 让大家的生理作息 能够跟随太阳的这个起落的变化呢 有所谓黑夜白昼的区隔 如果全球都一个时区 那这不得了 你的零点钟至我这十二点 要乱七八糟 所以最好能有一个时区统一 当然就是英国格林威治时间是零点 然后往东或往西各自加或减 让全球的时区刚好变成一个24小时的时区 很完整的 在你走完这个时区之后呢 事实上也跟地球跟绕的太阳的运转 形成一个同步的情况 因此台湾的时区呢 按照我们的经纬度 我们处于GMT加8 也就是我们的时间 就是以格林威治时间加8小时 就是我们的时间 但是今天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提案 从上个星期开始 这个提案主张 应该把我们的时区加9 换言之 从我们的目前时区 改成跟日本跟韩国 意思的所谓的GMT加9时区 它主要的理由就是 可以节约日光 造成大家可以做更多的生产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理由 就是象征性的去中国化 也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现在目前我们这个时区 是跟中国大陆的北京时间是一样的 其实这个时间一样 也是因为历史的因素 当初台湾在做来 这个民国1949年之后 在应该是1949年之前 在日本的结束之后呢 我们接收这个台湾之后呢 当然就以北京时间 来作为我们的台湾的时间 因为号称是 当然是中华民国领土了 当然这个北京时间那时候 叫做中原标准时间 也就是以北京的时间为准 中国大陆 中共这个1949年之后 把它改个名字叫做北京时间 因此我们这边当然不只叫北京时间 我们这边还是叫做台北时间 或者是标准时间 或者以前早期还也称中原标准时间 但目前现在可能就是以标准时间为主 台湾地区的标准时间 就是你我现在的 现在是1点06分 如果按照北京时间 现在也是1点06分 但是这个提案的人就是认为 如此一来 这不是等于更坐实了 所谓的我们的属于中国吗 因此去中国话的话 理由包括就是 把我们的时区来更改 这个提案在上网之后呢 赋予的人数非常之多 而且发展的速度非常之快 虽然有各方人是表示不同的意见 有人甚至说 它根本是个假议题 基本上这时候谈着干嘛 或者所谓的去中国话 这种真的只是象征性的 毫无任何的作为 但是赋予的人数相当多 于是我们在昨天呢 在前天又看到 有人开始反对着 他们提出了另外一个方案 也就是目前的时区应该维持不变 也就是不要再改 而这些人的理由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 台湾加班频繁 因此改这个时区 对于所谓的利用阳光 所谓的利用日光节约 根本没有什么意义 你真的是加班之后 你晚上这个日光还在 难道你就只工作到那边 然后天一黑你就不工作吗 老板叫你加班还是加班 这个理由我不知道是不是成立 但是它也这个理由之一 第二个呢就是 干扰民众作息 如果调整之间 当然大家时区要改 时区要改之后 包括了很多的作息时间 或怎么样 他举个例子 飞安时间 我们的飞机进出来的 国际时刻表可能都要调整 因此你跟国际之间 接轨的时间都调整 其实说起来这也不是很困难 你多戴一两个手表就好了 就是反正你这些国际时间 现在很多表上面 根本有很多时区的标准 但是最主要的 我想提这个案子 最主要的理由就是 他认为对去中国话 这根本是没有什么用的 万一之 这两个提案 形成了一个尖锋相对的提案 而这个提案 在前天也经过了核准 也开始展开了 所谓联署的复印 很快的这两个案子 目前都有各自的人数主张 到我们今天上午 我们看到这两个提案 因为你现在知道 不止一个提案 一个提案是调整时区 我们变成了GMT加9 跟日本韩国同一时区 而前天开始 又有一个新的提案 主张不要变 维持原样 这个提案 也得到了很多人附属 到今天早上 我们看到这两个提案的人数 一个是8500多人 也就是所谓的 主张要更改时区的案子 另外一边的人 是主张维持不变的 蛮快的 从昨天到现在 他们也累计了6300多人 换言之两个案子 目前都已经成案 都已经必须在 所谓的60天之内 两个月之内 政府将要提出回答 因此目前是旗鼓相当的 两个提案 也可以证明 这个案子在社会当中 普遍的存在的是 相当的正义性 有人支持 当然也有人必然是反对 这个案子来讲的话 其实你要看它未来的发展 当然这个累积的人数 可以再增加 但事实上它已经成案 政府必须对这个案子 要提出一些回答 与否 当然站在政府的立场 如果既然有份赞成 有人反对 而且人数如此接近 最好结果就是 我根本不必处理了 因为有人赞成 有人反对 意思代表这个案子 并没有得到大家 一致的共识 因此 我们只能说 参考而已 真正改时区 要怎么改 其实说穿了 就是个行政命令就可以了 每个国家的时区 都是人为的 我们刚刚告诉你 经纬线也是人化的 你要改你就改吧 你自己觉得很爽 你就改 基本上来讲 你看看 我们每年的 看每年除处到处的时候 你还记得吧 大家从这个太平洋 换日期那边 开始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的 开始这个看日出 以我们目前处于太平洋 换日期限 第一个看到的太阳 是哪个国家 我们的邦交国 你还记得吗 吉利巴斯 那名字也很奇怪 它是第一个 最靠近换日期限的岛国 因此 虽然人口居住 比较密集的岛国 因此它第一个 看到了太平洋的日光 在每年的年初的第一天 因此它那个时候 是几点钟 如果它那时候说 吉利巴斯哪一天火大了 那天我就变成 五月十二点 或者叫做早上十点 so what 它可以做这种决定 但是它可以在 这个自己在 自己给自己带来很多干扰 如果那时候十点的话 一天二十四小时 这是不能改的 你如果一下把它改 变得太大 势必造成国民生活的混乱 但是时区真的是可以改的 我们看看台湾的时区 有人算了算 历史有没有改过 台湾的时区在过去 在日治时代 或者我们叫做日据时代 其实有改过 最早的时候 他们是使用现在的GMT加8 也就是我们现在使用时区 后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 为了显示跟日本的同步 当然也变于这个治理 或者军事调动的便利性 因此跟日本东京 采取同一个时区 因此变成GMT加9 当然我们前面告诉你 在民国三十四年 对日抗战结束之后 台湾又回复到 中华民国版图之后 当然又回复到北京时间 也就是一直延续到现在 但是其他国家有没有行政命令改过呢 这边我们帮你统计一下 1940年 西班牙为了与纳粹德国交好 当时西班牙那时候 弗朗哥的时代 因此他立刻改时区跟德国一致 也就是提前一个小时 当然是表示 跟我们跟纳粹是一致的 所以改时区 真的可以表示 一种所谓的政治上的更接近性 或者我们所谓的政治正确 真的是有潜力的 西班牙就干过 就是表示我时区跟你代表 代表我们两个是兄弟之邦 委内瑞拉 为了让学生多睡一点 也在2007年的9月 调整时区晚半小时 我不知道后面 现在还有没有维持 其实跟我们的日光解决时间 是一样的 我们日光解决时间 基本上也是希望 大家多利用日光时间 然后在白天的时候 大家多一点活动 减少一些能源的耗费 另外来讲 北韩更有意思 北韩是特立独行惯了 北韩的时区是调个半小时 因此你现在你到北韩去 如果你周围去到北韩降落 不是一般到时区调整 都是调一小时 两小时 三小时 整数 北韩是调了个半小时 意思是北韩的时间呢 是GMT加8.5小时 他觉得这样子 至少他的理由就是 我不跟南韩一样 我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国家 所以时区本身 它有没有人为的色彩 充满人为色彩 百分之百是人为的色彩 但是呢 它也显示了 它这里面是有政治操作的空间 但是同样的显示 在政治操作空间当中 你也会带来很多的不便 同时最重要的 时区是拿来做什么用的 并不是拿来每天早上几点钟 叫公祭叫 晚上几点钟睡觉 这不是的意义 时区的意义是跟国际接轨 如果时区的意义是跟国际接轨 如果时区只有你的国家住在这个地方 你爱几点就几点无所谓 但最主要是全世界是一个连城一地 我们不讲地球村吗 如果你的时区跟别人 调的是自己这个脚步大乱的话 别人跟你讲说几点钟送到你家 你说清晨三点 在别人的表是清晨六点 那你怎么办 你在那边你说白天别人是黑夜 你说半个钟头 他说一个钟头 这会全世界世界大乱 因此基本上时区调整 你要看看你跟国际接 有没有多少的连接方式 这个方式要做多少调整 势必的 台湾如果未来正让大家 一致决定把我们的时区做调整 其实一声令下就可以做 但是所有跟国际 要进行接触的东西 从我们的贸易 金融 交通 运输 全部都要调整 这个调整有时候只是一个 人为的更改时间而已 或者一些文书作业而已 但有时候呢 就牵涉到很多换算的时间 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说你跟美国的纽约 是要调整时区的话 也许将来我们的股市的交易的时间 或者外汇交易时间 或者所谓的现货的时间 那个时间就有一些更改了 因此也许将来有一天 本来这个东西买石油 上个中途买 跟下个中途买 时间不一样 国际现货市场是颇动 那这里面会不会带来 金融上的损失 或经济上的损失 有可能吧 因此时间的更改 其实代表了很多利益的更改 因为全世界是接轨的 因此并不是说你改了一下时间之后 只是存在便利 或政治正确与否 因此可以改 当然可以改 只要你想改 你就可以改 改完之后 是不是带来真正的便利 或者真正带来 政治上的政治正确 我觉得这里面 我怕还需要多做思考